每日来到主人面前 共同经历神的恩典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 丰收的应许 参考经文 耶和华必将好处赐给我们 我们的地也要多出土产 诗篇八十五篇十二节 有的时候 生长季显得特别长 几个月过去了 农作物的成长还不明显 到了种下 农作物在几周之内 都会受到暴风和病害的威胁 而收割起来 还遥遥无弃 我们在神面前的生活 也是一样 我们的信仰中 偶尔有快速生长的时候 但是 也有时候收割 好像迟迟不来 还有许多障碍 或是挑战 牵绊着我们 当怒气的风暴 横扫我们 我们便向配偶或孩子 说一些很苛刻的话 经济压力 就像炎热和干旱一样 使我们枯萎 作为神的管家 我们变得不好好的 按祂的意思运用资源 当收割 看来很遥远的时候 我们需要重新听见 神的应许 没错 我们要面对 罪的缠绕 没错 神会审判我们的罪 但神也会使我们 得见祂的慈爱 并且在基督里 把救恩赐给我们 诗人邀请我们 要听神耶和华所说的话 要听见神平安的应许 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 付了代价 并且为我们成全了 律法的义 在祂里面 我们的收割 有保障了 耶和华 必将好处赐给我们 当时候满足 我们的生命 将在基督里 迎来丰收 让我们一起祷告 圣洁的主啊 感谢你 向我们说平安的话 求你因着 你明的缘故 赦免我们的罪 并且开启我们的眼睛 使我们看见 生长于内心的人意 和幸福的种子 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你现在收听的是 朴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